那咖啡豆吧 我个人真的挺喜欢的 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你知道 我说了也不能算对吧 还得 对 还得让领导给意义 行 谢谢 辛苦了 那啥 有机会你来北京 或者我去云南 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一定请你吃顿好的 行 那早点休息啊 你这大半夜还工作 没办法 这咖啡豆的事不解决 我咋跟领导交代 说起那领导 我觉得还不错啊 那天夸一下 多么的霸总 有情况 好笑了 不是 说正经了 我真的挺心烦的 你烦啥呀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有点摸不透他 你要说他对我 那有意思吧 他也没有就是向我表达过 那你要说他没意思吧 你看他挺关心我的啊 四番五次的 那 那你对他有没有意思呀 有点意思 我有意思了 我不算数啊 我又不能直接去问他 对吧 你说万一我有意思 人家没有那意思 我会错意思了 那你说最后咋整 我俩还是一个公司 他还是我领导 我混混 那得可是 办公室谈恋爱吧 就这么麻烦 再给我拿个那个 玉米 你住嘴巴 你都吃俩了 你再吃鱼了 那不老家包米好吃吗 是好吃啊 那不然我再怕妈大老远背来干啥呀 还特意嘱咐 给学院多拿点 那你听我些叔叔阿姨 你说说到这个事吧 我真的就是 我就不知道 你说我爸你说 那脑袋瓜子想啥呢 我家 还非得就说 让我大伯大娘住那儿 我说 要不我开酒店 我开还不行吗 不行 说你这没有代客之道 那来北京了 那就得住一块 对不对 我说那行 那你们住 我住你家 我去学那儿 又不行 说你跟谁挂脸子呢 还跟我积眼了 还是我妈多年事 你这叫啥呀 我记得我当时那毕业那会儿 我不也跟人合租吗 什么扒肝打不着一亲戚 来我家你知道吧 来我家 我妈非得让她住我家 那就那么单人床那么点儿 两夫妻住呢 人家男人差人把胳膊摔舌了 我妈就是图 说我在北京 好能给她长长脸啥的 烦死我了 他们就觉得 不管怎么着 只要你人在北京了 你过得就行 他们就是那什么心理 他们叫什么 见过贼吃肉 没见过贼挨打 你看点书吧 好 好 好 谢谢 好